这些年为了确保低保资金能够足额及时发放 财政部门建立了一个专项资金管理的制度 就是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统筹用于低保特困临时救助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孤儿及时事无人抚养儿童的生活保障 只有这五个方面 严禁用于其他方面 也就是不得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 应当说资金是有保障的 而且低保等社会救助的资金是民生的底线保障的重点 也是财政资金支持的重点 即使足额的发放低保等社会救助资金没有问题